一是絲 縣 常是情 意 风华绝代的故事里 我们发现传统的时尚 解读现代的经典 走过时光 品味东方美学 呈现中国风格 对话古今服饰之美 让中国美给你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 衣裳中国 跃动之美 你就在那等我 潮落了 我就回来找你 通过比赛 通过竞技 体现出人 通过向上的这种气质 跃动就是心跳这种 我们每次跃动 都可以去感染更多人 给人更多的鼓励 更多正能量 展现的是将中国文化 跟运动的美感结合在一起 我们要呈现一场 生而不息的跃动大事 卡萨蒂空气洗 让高端衣物护理回归家庭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跃想衣物护理极致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当我看到那些穿着运动服 在球场上奔跑的人 我总能从他们身上 每当我看到那些穿着运动服 感受到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和昂扬的斗志 今天运动早已经成为全世界所崇尚的一种文化 各种充满设计感的运动服 也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这种对运动的热爱与审美 是否有古老的渊源 古代的运动方式 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像醋居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打马球 锤丸 相扑 这种运动方式 我们是不是在很多的 这个出土的食物当中都能看到 出土的涌里边就有 传统的绘画作品里边呢也有 还有一些壁画 看来我们中国对于运动的热爱 是从来没有断过的 这一届呢 第一次我们真的把龙跟书法结合在一起 今年我们正式推出了国旗商品 以前过去带有这个国旗的产品 都是只有运动员 在赛场上的时候才可以穿着 那我们希望把这份荣耀 让全民都能够参与进来 这也是当时候 动画主委跟我们的一个利益 带入一些新的元素 年轻时尚跟中国文化潮流的 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这也是我们节目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传统文化是需要再转化 再创造 无论是何种运动方式 我们穿上运动服 不单是为了强健体魄 更是因为我们渴望挑战 希望成为那个 勇于拼搏 勇不服输 愈加强大的自己 现代的运动服饰花样翻新 种类繁多 这也让我对今天的创演秀 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那我也很好奇 在古人的生活当中 是否也会有运动的影子 他们的跃动之美 又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 衣裳中国 月动之美 历史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舞曲新军事业 掌管天下勇武之力 听说近来在人间 养生成为了热门话题 人们为了追求强身健体 发明了各种花样翻新的运动形式 无甚感欣慰 今日奉命特来寻一寻 这些运动竞技当中勇武之人 本心经听说呀 这大宋朝要举办一场 国家级别的水上运动会 方圆数百里的男男女女 都将聚集在前堂江畔 欣赏一场逆掏而上的大戏 听起来很是热闹 走 随我去看看 哇 好多人啊 快来 快来 你们说今天这么多弄潮 谁会赢啊 这还用问吧 当然是三界冠军化牛儿了 我不这么觉得 我听说有个叫留住的人 更有希望得冠军 可是化牛儿三界冠军呢 就是 我觉得年轻人更有希望嘛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 这位官义 你支持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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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牛儿 当然是留住了 化牛儿 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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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这两位到底是谁呀 三界冠军 后起之秀 不 这个运动倒是挺热闹 可是你们有票吗 快 快 快 比赛开始了 赶紧呢 赶紧 看 比赛开始了 我去给你弄一张 化牛儿 化牛儿 谢谢 留住 支持留住 这运动果然火爆 人这么多 这哪儿来一个座儿呢 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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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军业 您见我女儿了吗 这么多人 您上哪儿找女儿啊 这么多人都是来看热闹的 只有我是来找女儿的 您见我女儿了吗 您女儿怎么了 官爷呀 您是有所不知啊 要怪就怪那些个弄潮儿 引得多少姑娘是 排着队的 要跟他们私定终生啊 我听说这女子 都钟爱勇武之人 看来这项运动其中 应该有我要找的人 官爷 官爷 给您弄着票了 谢谢 跟我走吧 告辞 官爷 官爷您见 这丫头 肯定又是来找留住那小子了 看我不收拾她 爹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还想问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这儿参加比赛呀 胡闹 你一个姑娘家来凑什么热闹 姑娘家怎么就不能来了 我打小在这江边长大 我水性极好 今天呀 也想为了这报仇来拼上一拼 那个臭小子有什么好 你就非得为了这个 鱼人猪子 连命都不要了吗 还不是爹爹你 非得讲究什么门当户对 要留住拿出重金聘礼来 要不然就把我许配给他人 不然留住今天也不会 为了我 在这江里拼你 我这不是为了你着想吗 咱们就不说这个弄潮场上高手如临 你们不一定能拿冠军 咱们就说这个罗刹江的风浪 变幻莫测 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 如果说今天这个小子 就葬生这个深渊了 你怎么办 门在罗刹江里吵头的人 是全东京的英雄 更是我叛娘的英雄 我这辈子非留住不嫁 你给我站住 你就非得拿你的婚姻大事 去冒险吗 对 我今天就赔来冒这个险 叛娘 叛 叛娘 刘初 叛娘 你怎么来了 你为什么瞒着我偷偷报的名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是怕你担心 我不是有意瞒你的 我也要参赛 为了我俩的幸福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我也要出一份力 叛娘 你信我吗 我信你啊 可是 我没有其他本事 翻江脑海就是我的本事 翻江脑海就是我的本事 任命他对水友多强大 今天我定能胜了他 拿着尚爷 风风光光取你进门 我得让他们看看 我留住这辈子 定能抑得住你叛娘 我信你 给你 这太好看了 这定是江上最显眼的那一面 你放心 热冰风浪再大 我绝不会弄使他半分 炒来喽 弄炒喽 弄炒喽 炒来了 我去准备了 刘初 你记住了 我不要你 我要你活着回来 放心 由你这边习护着 你一定会赢 你就在那儿等我 炒落了 我就回来找你 我等你 炒来喽 弄炒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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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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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得牢牢地来成就这一番美满的姻缘 而我也希望这人间的弄潮精神 代代传承 生生不息 听闻人间有这么多种运动方式 而有一种不仅可以运用在军事狩猎 同时还是选贤举能的必备技能 那就是射箭 这不有一场相射离马上就要开始了 也许在其中就有我要找出的那个勇武之人 公使祭剧 有思请射 章 偶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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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ft 偶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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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偶射 偶射 武 賴射 偶射 偶射 somebod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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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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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一切不早饮 原来如此我看明白了 同时融合了礼仪和竞技的相设礼 看起来和勇武二字有些距离 却最能展现人的德行 这胜者为当之无愧的勇武之力 而输者虽输了比赛 却不输德行 同样是勇者 本兴君决定以此鼓励 顾各位虔诚似己 快来追我呀 快来追我呀 追我呀 上我了 你快追不上我了 你带不上来 孩子们滑得真好 不过这冰天雪地的运动 着实有些动人呢 本兴君听闻 清朝以虎始定天下 八旗以旗舍为本物 所以皇帝在创办冰溪圣典之初 也是将骑射技能纳入了进来 像转龙射球 就是一种同时融合了滑冰和骑射的冰溪项目 据说呀 其中会有许多可爱的孩子 和八旗的将士一起比拼起来 别看他们个头小 但是胆识却一点都不小 您看 这怎么还吵起来了呀 追不上我 你不行 我才能追 你都追不上我 我追在下底你才追不上 什么呢 安静 集合 今天原是为冰溪大典选拔擅走冰者 你们在这里吵闹什么 我要做龙手 不行 我做龙手 我也要做龙手 别吵了 这样吧 既然你们谁都不服谁 那么你们有谁知道 龙手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们知道吗 有个叫喜贵的孩子 穿着普通的鞋子 在冰上飞驰 追上了一个骑马的将士 只为归还一块丢失的腰牌 后来被圣上特批 加入了八旗既有冰鞋营 今天他也来了 我们欢迎 这叫蜻蜓点水 这是此验穿波 好厉害 你们看啊 他这套动作做得非常漂亮 很好地诠释了冰溪的西子 完全可以给满分 既然你们都想当排头兵 有谁知道皇上每年举办兵夕大典的用意所在 不我为 强兵练武 嗯 没错 当年太祖皇帝被困墨尔根城 正是善华兵的废骨猎部 日行七百里 如天将神兵 解踏于危难 能参与兵夕大典的 不分等级 不论年纪 各个都是精锐 这里挑选的 不仅是兵夕对手 更是今后能一起 为国效力的汉将 你们都明白吗 我明白 你们都各有各的本事 只是这转龙射球中 领华之人 只能有一个 不过我倒有个主意 或许能让你们都美梦成真 今年的转龙射球 我会编排队伍 首尾相接 以京门为中心 绕八字在御前表演 没有人分得清 谁是龙手 谁是龙尾 你们可愿意 我们愿意 很好 在关外 你们是自由驰骋的雄鹰 在这小小的太叶池之上 也不能丢了 这逆风飞翔的精神匠 都跟我领了牌子 大家一起练起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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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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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从人类的生活手段到军事训练到娱乐 一直到竞技比赛 大家看到了一幅图 这叫青花次盘是清代的 思思你能猜这青花次盘上的 这个内容是代表什么项目吗 看着看着有点像独猎 对 你说对了 其实独猎呢 在古代早期是人类生活一种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 但后来随着人的经济的发展 它已经成为一种人们锻炼身体 休闲养生 甚至获取各种的健身手段的一种方式了 所以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 都会有这个狩猎的这样一个场景 对对 你包括我们看到 这幅唐代的打马球童竞呢 是球类运动的形式之一 有人骑在马上打球 而且我好像看过 还有女性的形象 对啊 参与这个马球运动 起码它有这项运动比较激烈 所以说后来发展出七驴打马球 还有一副这个投壶 投壶呢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 投壶是从射箭发展出来的 那个古人不是射箭吗 射箭 但是好多这个贵族啊 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就降低了门槛 对了 变成了扔 就是喝酒当中 变成了头 用剑杆头 这种游戏 所以这也是我们古人 体育活动当中一种 见身见脑 娱乐休闲的一种形式 我觉得其实古人也挺有意思的 他们生活当中啊 就像我们现代人一样 比如说你有运动技能好的 你可以选择马球 对 运动技能一般的呢 我们还有投壶 相对比较简单 让大家都能参与到其中 那崔老师 我还想请教一下 像古代的这些运动方式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装扮 我们现在随着技术的发达 每项体育训运动项目 他都有特殊的服装 但是呢 我们的一般古代人 在运动当中呢 他的服装是通他的长服里边 所所谓的变动发展出来的 我再给你看一张图 你猜猜 这是表现的古代的一个 什么运动形式 特别像是一个 比如说可能是一个竞技的比赛 然后就是我方跟对方 下的一个战书似的 其实这是古代初居的球门 球门 对 这幅图呢 就是明代人编写的初居图谱里边 一幅插图 表现的是唐代到明代 初居当中的球门的形式 上面呢 有个风流眼 这只是我们从表面看 那具体 这种球是怎么比赛的 怎么踢的 我把我们的家乡呢 资伯林志的初居队请来了 请您欣赏一下 他们是如何表演的 我也听说这林志也是 醋居之乡啊 我们眼见为时 好 来 有请 我们欢迎来自林志的 四位小伙子 为我们带来这段 醋居表演的呈现 不过在表演这个呈现之前 崔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就是您刚刚说的 这个还原的球门是吗 对 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图片中的这个球门的复制品 当时呢 这种形式叫猪球 是在皇朝的这个大典上 还有这些著名的仪式上 表演的一种形式 他们的服装也有特色 初居队员的两边呢 他的衣服 样式和这个颜色都不一样的 当时的一部书叫 《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呢 猪球军分座右军 左军穿的是红色的衣服 叫当时叫凹 那右军呢是穿的青色的衣服 再就是你看他的服装 他的服装是胶领 右刃胶领 把这右刃扎在里边 这个是属于威领的 踢球的时候容易出汗 威胁领呢 是容易这个人的热气 容易散发出来 另外呢 还有这个腰带装饰 我们的服装呢 是比原来的袍子要短一些 原来的要过期 过期的时候呢 他踢球要把撩起来 扎在袋子里 你看虽然说 我们说古人的装扮 有的时候是宽袍大袖 但是在运动的场合 和运动的这样一个环节 基本上都是短打扮 包括这个袖子 袖口 袖口 这叫宅袖 当然宅袖经过进一步加工呢 就是紧口了 就利于运动 所以这《月动之美》 通过您的讲述感受到了 它的这个美 其实美在便利 美在实用 对对对 那我们先看他们表演一下 好 来 有请 根据文献记载 我们刚才看的图图 它是美方的16人 但是这是我们在表演 场地的限制呢 我们用两人作为展示 美方有一个队长 一方呢 传球以后最终传到队长脚下 只有队长才有资格 把球踢进风流远 但是呢 你这个踢球 踢进风流远 也不能说明你胜了 踢进风流远以后 球加入落落对方场地 那说明你胜了 明显觉得红队 在气势上 和在表现上 以压倒性的优势 战胜了蓝队 根据文献记载 输的一方 队长要吃鞭子的 真的 要挨鞭子 还要头上 脸上磨白灰 最后比赛完了以后 喝酒不让他吃肉 这是惩罚 您这么说完了 蓝队都准备放弃了 加油 蓝队 没错 这红队赢了 红队赢了 裁判已经宣布 红队赢了 除了团体之间的 这种对抗之外 怎么能够展示 更多的技术技巧 在其中 是是 除了足球以外呢 古代足球 含有一种运动形式 叫做白打 相当于我们的花式足球 这种形式呢 在您间呢 比较普及 也请他们来表演一下 给我们看一下 好 来 有请 这种白打呢 技巧非常多 当时叫解数 解数呢 分三种 像他在用脚 颠的球 这属于下节解数 用腰部 一般叫中节解数 那用头 那就肩部 就上前解数 哇 太棒了 谢谢 好 非常高 再次谢谢 谢谢四位 为我们带来的 精彩呈现 你们来自 醋具之乡 也希望你们 能把醋具的魅力 传播给更多 喜爱他的朋友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我知道您做这个 古代的体育运动的研究 也很多年了 在您心中 躍动之美是什么样的 除了刚才我们 展示的醋具以外 其实在中国 古代体育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许多 与现在的 躍动之美 相通的形式 你包括有一个项目 叫吹碗 它的表现形式 跟现在的高尔夫 完全一样 但是比高尔夫 早了三百多年 还有一个项目 与龙珠有关系 龙珠上面 扎一个秋千 叫水秋千 它通过荡秋千 几个跟头 翻到水里 还跳出 各种的表现动作 其实都体现了 古人 在躍动之美当中的 一些具体的表现形式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 重要内容 一直影响着我们 影响着世界 更代表了中国人 蓬勃向上的一种 理想的追求 通过您的讲解 突然让我们看到了 如此丰富的 来自古代的运动方式 甚至根据不同的运动方式 会有一些特定的运动装扮 也让我们大开眼界 其实人类 虽然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是我们对于运动的 那样一个热情 和那样的一个探索的 钻研的精神 是一样的 我想《跃动之美》 真的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 来自生命的美 同时也是来自自强不息 生而不息的 《跃动之美》 那次谢谢 谢谢崔老师的分享 谢谢您 这里是衣裳中国 我是李思思 卡萨蒂空气喜 护理衣裳之美 点亮盛装中国 本节目由国际高端 家电品牌卡萨蒂 独家呈现 从古至今 您会发现 运动越来越多地 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 1984年 美国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的第一个运动品牌 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随后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国产运动品牌 纷纷兴起 其实生活当中 对于我们来说 运动服是生活的点缀品 可是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 那是他们征战赛场的战袍 他们身上的那身运动服 写着国家的名字 绣着国旗 也是不朽的荣誉的象征 对于今天的 《跃动之美》的这场创演秀 在我看来 运动员对于运动服的 这情感也尤为重要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前中国国家拳击队运动员 邹世明 欢迎邹世明 你好 我看刚才在我们电梯口 那个亮相的动作 很像你在赛场上的动作 对 非常的进入状态 刚刚我穿上这套 国家队的领奖服 隆重的音乐响起 然后邀请我们 就像马上要说 澳大利亚奥运动员 中国国家拳击队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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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第一次看到他 我觉得 首先他是一套龙服 在这地方 有特别显眼的一个龙字 龙 然后代表我们是龙的传人 这个龙栩栩如生 就像我们每 拳击队运动员 每出的这个直圈出出去 然后都像一条龙 冲出去那种感觉 刚才那一拳 虎虎生风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龙是一种精气神 表现我们一个体育大国 走向体育强国的 这样一种大度 和一种拼搏的这种精神 这个龙的尾巴 它有很特殊的意义 是和英国太武士合 结合在一起 表明在我们北京奥运会以后 轮断奥运会 两届奥运会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这一钩 特别有意义 拳击这个项目特别特殊 一进到奥运村 要从第一天 要打到最后一天 我一共参加了三届奥运会 夺得了两金一铜 年轻的时候 得到一块铜牌 也是突破了 中国从未取得奖牌 到08年我们在自己家门口 顶着压力 像个男人一样的 把中国在奥运会 全机项目的 首枚金牌夺下来 但最后一块金牌 我觉得是一块幸福的金牌 因为当时我已经结婚了 然后我的大儿子轩轩一岁 在赛场上见证了他爸爸 夺得了这一枚金牌 我觉得也是一块幸福的金牌 我这一生的奥运之路 也放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就是说今天很感谢节目主 就让我重新穿上这一套龙服 然后重温我当时 对奥运的这一份感情 你今天其实穿这套衣服 时隔八年的时间 它还跟新的一样 对 我们保护得很好 因为每次回来以后 我们都会把它 洗得干干净净的 拿衣袋把它装好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种记忆 是一种荣耀 同时也是一种传承 当我的孩子长大了 我要把这些 我曾经征战过的战袍 然后一夜地给他们讲 我们爸爸曾经的一些故事 激励他们对未来的人生 然后有更多的动力 和敢于去拼搏的这种勇气 在赛场上的每一次拼搏 每一次冲锋 每一次不放弃 不抛弃 不畏惧的 每一个瞬间 对孩子都是最好的交流 大家都可能看到 我们站在了最高的阳台上 升起薄熙 然后举起我们胜利的手 但是在底下要坚受 多少的忍耐 多少的痛苦 我觉得有一些自责 因为我当时在国家队 没有时间陪伴我的大儿子 他第一次抬头 第一次翻身 第一次爬 第一次走 或者是第一次叫爸爸 我都不在他身边 所以说我们都把青春和时间 献给了运动事业 但是我的孩子 他没有学叫爸爸之前 他看了国旗叫爸爸 我在国家队听到这句话 我真的哭了 因为每次他看到爸爸 都是在穿着国家队的服装 和每次升国旗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爸爸的样子 印在那个国旗里面 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员 非常荣耀的一个 你刚刚说到那一瞬间 你说宝贝儿子看着国旗 叫爸爸那一瞬间 我真的挺理解的 虽然我们可能电视工作 好像和运动员不太一样 我们真的没有站在 那么大的舞台上 能够以自己一己之力 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但我觉得对于孩子成长的 确实和愧疚 确实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服饰其实有一点好处 就是他把你所有 要表达的情感都幻化了出来 你说宗世民也有 自己的一双战靴 是你把对儿子的亏欠 都弥补了回来 宗世民也把战靴 带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来 又请 这是参加你的一场比赛的时候 16年年底 10月份 我穿着这一双鞋 夺得了我人生的第一块金要带 我觉得孩子 就是我上天给我的宝贝 我觉得他是带给我幸运的 所以说我把他们两个的 名字 宣号 都印在了我的左右脚上 是给爸爸一份幸运 跟着爸爸一起去争战赛场 每次我要上台之前 我穿上那个鞋带 然后我再摸摸他们的这个名字 我就觉得那份力量就传进到我的拳头上 很幸运 然后我在赛场上赢得了那场比赛 我每次看到这双鞋 我都会很陷入沉思 我在想多年以后 他会不会因为爸爸曾经 为国家效力 觉得爸爸是很厉害的人 可能他们现在还小 还不能理解 爸爸曾经 曾念过这么多的责任 但是我希望他们长大以后 会更理解爸爸当时为什么这么忙 没办法陪他 但我觉得所有的亏欠背后 带给孩子成长的力量 会是更大的一个收获 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未来以后 未来没准他们 找到他们心爱的人 然后他们要结婚的家 我说一直给他们 一直送一只 我觉得未来没准他们有一个人 可以穿上这双战靴 像爸爸当年一样 但是要取决他们自己 他们只要愿意接过这双鞋 我一定是他最好的教练 其实说到这双鞋 我知道对于全球的力量来说 这个战靴也非常的重要 其中也有满满的科技含量 是不是 是 每一个拳王 或者是有代表性 他们都会自己量身定做 包括这一套 他是专门派人帮我来 把整个脚都3D打印了以后 打到一个膜 然后这个脖子 它是可以更好地保护着 你的脚踝 对 从外观来 上来说的话 我们也希望它像一个散电 炫酷的 对 拳带上取得最好的 这种竞技状态的话 这双鞋子一定是一个 非常功不可没的一个工具 现在又拿到这双鞋 又回到我当时 征战的那种 又把回忆带回了 那个赛场上 对 这也算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 刚才通过这一件衣服 那一双鞋 我们感受到了 周世明作为一位运动员 在征战赛场的同时 对家人的那份满满的愧疚 是 但我想你用奖牌 用金牌 最好的去完成了 作为运动员的职责和使命 所以在你心中 你怎么理解跃动之美 我觉得它就是心跳 跃动就是心跳的动 我们每次跃动 都希望 都可以去感染更多人 给人更多的鼓励 更多正能量 然后更多的感动 我觉得运动员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大概是为数不多的 可以把国旗穿在身上 让国旗高高飘扬 在世界赛场上的人 所以就像这衣服 上面的这个笼子一样 我觉得运动之美 是一分自强不息 摆着不挠的精神 它不止专属于运动员 也属于我们每个人 再次的谢谢 谢谢邹世明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赛场拼搏 为国争光 全民运动 健康中国 如今全民健身 已经成为了一种新风尚 即使我们不能成为 专业运动员 但我们依然可以把 运动精神穿在身上 也许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的运动服 也融入了更多的 美好的寓意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设计师代表 蔡之本 欢迎蔡先生 你好 我看您今天 不仅自己来到我们舞台上 还带来了四件设计的作品 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是的 今天带来的就是我们为2022年 北京冬奥所准备的冬奥国旗系列 其实我们看到了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我们国旗被应用在了 现代的运动服设计当中 这应该是我们国旗 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使用在 可以市售的服装上面 以前我们印象中 带有国旗的运动服 只有我们国家顶级运动员 他们能穿上 那我们希望利用这次的机会 让普罗大众体验一下 穿上国旗这样的荣耀 然后他们能够以一种更勇敢的心态 去生活 然后去运动 所以其实这样的设计 会激发我们更多的 对于国家的这份爱 对于民族 体育 精神的这份传承 是的 我看其中的有一些设计 有着特别的元素在里头 是不是 对 是的 这是以窗格为灵感所设计的图案 所以你看得出来 它是展现出来一个什么元素吗 有我们这个五角星的元素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个图案 它是以中国两个字 来延长开来的 可以看到这边有中国两个字 中国 对 也把我们国家的名字 蕴含在了设计当中 那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也用在不同的产品搭配上 模特上身这件 可能是一件更特别的服装 灵感来自于各种各样的运动 那这件可能是从柔道服 然后结合用现代的手法 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我们也在胸口放上了 一个国旗的这个标志 这样的灵感 结合了中国文化运动 共同表现它的设计之美 看到这样的设计之后 发现运动服的概念 也在不断地升级 不断地去更新 是的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你看这位模特的身上穿着这一件 是一件更特别的服装 就是以滑雪服的灵感所设计的 它是一个防雪 防水的这样的面料 所以在胸口的地方 以及下摆的地方 它都有防雪的这个装置 让你的这个雪 不会浸到你的这个身体里面 这样子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然后它是一个连体的一个设计 是连体 那这个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一种潮流穿搭的方式 所以我们把一个专业运动 跟当下流行的这个潮流结合在一起 像这位女婆身上穿着的这一套服装 思思你觉得它看起来像什么运动呢 体操服 跳水 那它其实它真正的灵感是花样滑冰 它把一个女性动态之美 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我发现其实现在我们的运动服的设计 融入很多的科技感 时尚感 您怎么理解跃动之美 我觉得跃动之美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 永不止步 生而不息 那可以看到生而不息 也是我们这次在服装上使用的这个元素 那我们怎么去解释生而不息这四个字呢 那我个人有一个非常让我印象 非常深刻的一个场景 就今年我们在成都办了一个冬奥国旗的发布活动 那现场有一个男生 他是一个做举重健身的运动员出身 因为他从他很小的时候 他就想要成为像周世民那样 在举重这个里面代表国家的运动 但是经过岁月增长 他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他那个最高的梦想 他不知道自己还不该坚持这个梦想 去坚持下去 但是看到这样一片国旗服装 他觉得他又重新提醒了他 不要忘记的初心 他也穿上这件服装 重新开始 追逐他梦想的过程 那你说他一定会成为国家运动员吗 我觉得不一定 但是这也是生而不息所代表的意义 它代表这种生活态度 从运动精神到的生活态度 每个人都可以是不平凡的 我觉得跃动之美美在一种状态 它是生命向上向善的一种姿态 同时跃动之美也美在集合了古人的智慧 现代的科技和年轻的潮流 生而不息 其实是生命的生生不息 也是时代脉搏的跳动永续的力量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这种体育精神 可以践行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全民健身 共同把运动的理念 践行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也再次谢谢 谢谢蔡先生 谢谢你 卡萨蒂空气洗 让高端音物护理回归家庭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越想音物护理极致体验 在中国从体育大国 迈向体育强国的征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 中国的运动服饰也在实现着 从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运动的乐趣 人人都可以分享 而美的创造 也需要您的加入 接下来为您郑重推荐 一上中国 越动之美 主题文样 今天节目的主题文样 取自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 唐代降地狩猎文 辣鞋捐 猎犬竹兔骑马设施 利于美在一千多年前 一米见方的捐上绽放 极光片语间 我们得以窥见千百年来 各民族的体育智慧 历经沧桑而不衰 并仍在当下的赛场 熠熠生辉 一上中国 仅以降地狩猎文 标记 越动之美 时代主题文样 欢迎您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一上中国互动小程序 了解文样背后的故事 定制属于你的 越动之美 我们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生而不息的 越动大秀 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国旗正式被授权 使用在服装场景上面 我们有三个系列 新运动 新传承 新未来 代表了中国年轻人 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觉得在装容上 可以让他尽量自然一些 体现年轻人的活力 因为我们这次的话呢 就是来把我们 平时成套当中的 一些体操类的 一些项目展示了 然后大家可以能感受到 我们的一种风采 卡萨蒂空气洗 让高端音物护理回归家庭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越想音物护理极致体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依上中国审美解读人 范迪安 体育自门发之日开始 就包含有美的创造 那就是运动之美 运动服务还有两个 重要的美学特征 一是它总是表现动感 通过点的跳跃 线的流畅 面的叠印 来体现运动的动 第二是它的设计元素 总是与国家的象征 和民族的文化传统 紧密相连 这都是我们在欣赏 运动服饰之美的时候 也受到文化的熏烂 运动服在今天 已经不完全是 为运动而穿的服装 而是像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断渗透 在运动中获得的释放感 愉快感 舒畅感 甚至成就感 成为我们的身心需要 如果说运动是美的 运动服的美感 就更多于我们随形如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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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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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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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双雪河岸轻轻飘来羽翼 我堆积心虚在雾中寻你 你已经渐渐远去青草沥沥流营 清净丹尽想描画出你 只认书中指指哑哑的细雨 我在彩色风中重逢你 你给的眼神无益 尽空一线流心底 连墨散伤只为画出你 画那阴风书占了你 给我讲的那秘密 不过心数却年来朝夕 我听风吹雨 心随风万飞出天际 我愿将你画卷上 几四季 只认书中指指哑哑的细雨 我在彩色风中 我在彩色风中重逢你 你给的眼神无益 尽空一线流心底 眼墨散伤只为画出你 画那阴风书占的你 给我讲的那秘密 不过心数却年来朝夕 不过心数却年来朝夕 我听风吹雨 心随风万飞出天际 画那成马心不愿命 请谈喜与伤歌 已离去 不过擦肩却昏影梦醒 我应是规矩 宿卷藏我真心如许 宿卷藏我真心如许 花为心影 花为心影十焰千丝万里 此生我只能在泉山 留住你 未经许可,不许可,不许可,不许可